好 歡迎繼續收看大話新聞 來 我們先看這個 這是1991年民國80年 馬英九說加入聯合國問題是假議題 任何民意中共都不會同意 所以他的邏輯是什麼呢 他的態度就是中共如果不同意 所以我們不加入呢 不用分道 不用打拼 是不是這樣 這就是也不衝撞嗎 這是什麼態度 我覺得第一個 這個看起來失敗主義 失敗主義 馬英九你真的做了嗎 國民黨真的有提過說 用台灣民意或中華民國 加入聯合國嗎 我覺得這是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我們選馬英九當總統做什麼 你知道不可能 大部分台灣民眾也知道 中共會反對 你需要講這個嗎 我們看到對政治人物的期待是說 你要跟我們講說我們有困難 我們有遇到外面這些壓迫 可是我做一個政治人物 做一個總統 我要怎麼帶台灣人民往前走 其實我們還是回到沙科級講 我們為什麼要當法國人 馬英九你要跟台灣民眾講說 我們為什麼要當台灣人 台灣遇到怎樣的壓力 我們要怎麼往前走 你如果不能回答問題 只是說中共反對 難道你要跟台灣民眾講說 中共喜歡我 所以你們要選我當總統嗎 我們不記得 台灣人超過八千都注定要加進聯合國 他現在說加進聯合國 不可能因為中共反對 所以我們不要去拚 所以他公然反對台灣人的夢想 我就不知道 如果說中共不同意 我們就不能做 那我要問中共會不會同意 我們全民只選總統 他很不同意 第一次選總統打廢彈 對 公道還不行 對啊 那你會說 不去問一下北京政府 我們馬英九要來選總統 他同不同意 中共只會同意 中國政府只會同意馬英九選特首 他那標改為選特首 台灣地區領導人 台灣地區領導人 後來 國會全面改選 馬英九反對 總統公民直選 馬英九反對 接下來我們再來看公道 這是過期台灣很大 他的過程裡面有三個大政治工程 請大家看一下 那個時候2003年出過 2004年要選總統 所以2003年出過 但這位總統他推什麼 提及這個詞詢性公投 這樣 沒有法源也可以公投 那麼馬英九他說 他完全支持公民投票概念 他完全支持 跟不一樣 概念 概念 但憲法第136條明文規定 創制 覆決 兩權的行使 應以法律定之 就是對創制 覆決等公民投票 跟直接民權 做了以法律定之的規定 所以他的意思是什麼 他意思說 你先要有公投法 代盪 代盪版持群性公投 這樣再看 馬英九也主張 國親新三黨 應盡速通過公民投票法 以落實憲法 賦予人民的創制覆決權 這是2013年9月 好 所以七月是說要法律定資 9月是說國親新 這個三黨應該盡速通過公投法 看起來是有生意 好 請大家再看 這個時候 這就剛才徐老師說的 2013年的9月17日 馬英九引述一位台商的說法 台灣現在搞公投 好像大陸在搞文革 結果呢 兼任的行政院 公投委員會召集人 許志雄立刻起身反駁 他說 行政院把創制覆決法草案 送到立法院已經兩年多 一直未能完成立法 現在有兩個輸口 第一個 公投向文革 他有贊成公投嗎 第二個 許志雄的說法 我公投送去兩年多了 你有給我審嗎 我要講的是 他不是講禁數通過嗎 要有法院要禁數通過 請問有禁數通過嗎 第二 如果公投向文革 他有贊成公投嗎 請教這個李宏 我這樣說 他不贊成話都說 他永遠是站在反對把權力 交給台灣人民的這一方 但是他現在要選舉 他必須要給自己堆砌一個 我是民主的 我是陽光的 我是進步的這款概念 所以他必須要在這種 虛假的馬英九 跟這種本質上 反動保守的馬英九 他要在那裡演 在那裡扁 在那裡賺 所以我們來看 他這是欺騙的 當然也欺騙 這是很嚴重的 高級他對民主 不管是民主還是公投的概念 他都有 他都有 他有沒有辦法落實 他就租回來 他確實會有做到這個教育 這些概念他都有 那為什麼他不做 他不會做 其實我覺得我們今天來 解剖馬英九 因為馬英九記得他選 台北市長的時候 曾經說馬的內在 他不要訂一個公格 馬之內在 我們現在就來檢討 馬英九的內在 心理學上 對我這個概念 至少有三種我 一個叫本我 一個叫自我 一個叫社會我 我們今天其實要來試圖 從社會我的馬英九 慢慢把它切入 變形自我的馬英九 跟本我的馬英九 但是其實我們從1987年 慢慢檢驗馬英九各種發言 你可以看得出來